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交平台也发表声明 感谢医疗人员的悉心照顾 也感激各界多年来对梁顺燕的爱戴 缔造其在一坛六十余载的不朽传奇 她的孙子阮宗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奶奶离世前在医院待了超过一个月 不过最终还是没能留下 而离世的原因也是由于年迈 导致身体机能衰弱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癌症 而且子孙们都陪伴在她左右 所以她走时并不是很痛苦 希望大家不要散步谣言 梁顺燕晚年长期热心于社群服务 经常在工作之余去福伦社当义工 参与过不少社区探访老人中心和独居长者的活动 在她入行六十年时 福伦社为了感谢她 还为她办了一个简朴的祝贺仪式 当时她虽在家人的陪伴下出席 却说 投身参与演艺室也六十年 只知道竭尽所能 把工作做到最好 而尽量利用工余时间从事义工服务 为一些长者及基层家庭带来丁点欢乐 个人微不足道 今晚的派对手之有愧 实在愧不敢当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一直受到大家的尊重 不过她的演艺经历也同样令人折服 梁顺燕 原名梁淑珍 1929年1月出生 毕业于碧里罗市女子中学 这是一所位于香港东区的官吏女子中学 由前上海汇丰银行董事 著名的犹太义子善家 毕丽罗市在19世纪末创立 多年来为香港培养了不少名媛 高官及艺人 她的家境不错 父亲开设了一家熟烟铺 而从小就喜爱文艺的她 在14岁时便加入了春秋话剧社 并担任话剧女店主的主角 还曾出演过《雷宇》 是出《女神女神》等作品 也由此结识了喜爱话剧的《转黎明》 17岁时她与对方结婚 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数行前她曾在鲜尸百货公司香水部做售货员 由于长相靓丽 业务能力又好 又香水皇后的美誉 1957年 香港首家电视台《莉迪应声》开播 在丈夫的鼓励下 她去报考了配音员 顺利考书《莉迪应声》后 她初期先做儿童节目 后来播报晚间新闻 1960年 她临时上阵 以英文播报新闻 成立香港首位新闻之花主播 那时候她一星期主持三晚新闻 五个电视节目 由于气质古典 举止优雅 所以她深受观众喜欢 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女主播 之后她晋升为高级报幕员 并亲自挑选了庞碧云和黄珍妮当报幕员 合称莉迪三花 这一年《莉迪电视》分开中英文台 她与中文台工作 并当上了议员训练班的导师 汪明泉正是其学生之一 但对于这个出色的学生 她却始终很少提及 因为她说不想沾汪明泉的光 亦不想让大众将对方的成功归到自己的身上 汪明泉有现在的地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从1964年起 她连续四年 荣获最受欢迎电视女议员称号 还被莉迪应声的英国总公司刊物 称为香港第一电视女士 在莉迪 她除了做主持工作 还拍摄了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电视剧《幸福的家庭》 那时的电视剧还是直播的形式 所以演员需要花很多时间 深圳地排练和背对白 不过这些困难 她都一一克服了 因为形象端庄 气质高贵 莉迪电视台还特意为她增售了新节目《女神世界》 上她讲解化妆及仪泰 弹成妇女节目的始组 也因为有此特长 她离开莉迪之后 在丈夫的支持下 开办了一所美容仪泰学校 不过演戏才是梁顺燕的最爱 1968年 她转投TVB 在TVB任职的钟景辉邀请她与冯翠帆 黄书怡合作出演《长篇剧集》《梦断晴天》 这是香港制作的首部联系剧 开创了粤语电视剧 成为香港电视节目主流的先河 播出之后大受欢迎 之后她又被蔡和平邀请去做欢乐经销的主持人 这档节目后来也成为了火爆一时的综艺 但她觉得自己没有临场应变能力 不太适合主持综艺节目 还是对演戏更有兴趣 她这一生出演了上百部作品 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上等神》 1995年 她在电视剧《真情》中 扮演有钱的太太梁尚燕 俗称《上等神》 是一个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的高贵阔态 对叉烧一族刘丹等神十分的轻视 一副誓快嘴脸令人憎恶 对于这个角色 她演的是若木三分 让观众又爱又恨 恨的是上等神太可恶 爱的是她演得太好 这部剧在当时 街头巷尾无神不追 让她大火 观众们之后 也爱以上等人称呼她 虽然看上去风光无限 但其实她在拍摄这部剧时 却遭遇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 1998年 她的幼子转卫雄 因为吃浅肥药 而患上了厌食症 感染肺炎 导致肺炎及器官衰竭离世 年仅41岁 她与儿子的感情深厚 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未免影响进度 她仍强忍丧子之痛 没有停工 继续拍摄工作 事后在接受采访时 她说 三个孩子中 她最爱幼子 当年差点忍不住要轻生 那时的她每天工作时 对着镜头笑 收工之后 夜夜以泪洗面 伤心成疾 身体最终垮掉 入院治疗 但医生表示 这是心病 要自己才能治 可谁知 丧子之痛 还未消逝 又一个惊天噩耗降临 2012年 她的丈夫 阮黎明也离开了她 这让她悲痛欲绝 为了疗伤 她离开了港岛旧居 搬到了九龙区居住 也方便家人照顾 演艺圈中 天长地久的爱情 十分的稀缺 梁顺燕与丈夫阮黎明的爱情 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可惜她们从校服走到婚纱 却没能相伴到终 伤心过度的梁顺燕 好多年都没缓过神来 还曾在一次节目中 诉说自己对丈夫的思念 称 我的爱情没有电视剧这么浪漫 我只得一位情人 那就是我的老公 她真的太好 2012年她走了 我好怀念她 现在我每次吃饭 都幻想她坐在我身旁 是她鼓励我入电视圈 她是一个好丈夫 如今她已与丈夫重逢两年 但是世间却没了那个 在荧幕上一一闪光的女子 许多影迷为之叹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她虽然离开了 却也是后继友人 且不说刚儿子李克勤的成就 近年来她的孙子 转浩宗 在娱乐圈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虽然作为星三代 但是她十分低调 也很独立 即便自己的奶奶 在娱乐圈有着崇高的地位 可以帮助她在事业上一飞冲篇 但也没有利用这份关系 多年来坚持自己打拼 出入行时 她从不对外宣布自己的身份 就连加入TVB议员训练班 也是自行报名 直到离开TVB区内地发展时 才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 现年30岁的她 已经入行7年 期间一直都是主持儿童节目 Sank Big 10 D 和Sank Big 大明星 虽然也参与过剧集的拍摄 不过几乎都是小角色 去年9月她正式回潮 重返TVB 短短几个月参与了智能爱人 我家无男士 爱回家等序列 被受TVB力捧 对此她表示 圆满之后去内地发展 最大原因想出去见识一下 爸爸在内地做监制 趁她还未退休 可以跟着她见识多一点 去了内地三年 拍了好几套剧集 再回来拍剧 不敢说自己有很大的进步 只是多了一些不同的经历和感悟 顺浩宗毕业于拉沙书院 和香港科技大学 从小她就有很大的表演欲 小时候刚学会说话 就抢着给家里人讲故事 后来上大学时 又时常参加学校里的各种音乐剧排演 当萌生想做演员的想法时 她第一反应 就是告诉疼爱自己的奶奶 而她述行不想公开身份的原因 除了不想借祖母的光之外 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万一离开这个圈子 也不会有很大的负担 不想有人说梁顺燕的孙子 做不下去了 而祖母也非常支持她的想法 此外她也提到 奶奶住院之后 一直希望能够尽快出院 继续享受拍电影的乐趣 可惜最后未能如愿 不过奶奶有说 自己此生没汗 她虽然对奶奶的离开感到不舍 但是已经从奶奶的人生举止中 学到了很多 她透露 奶奶在迷流之际 给她的最后的教诲就是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而这句话不仅让世人感动 也深深地刻在了她的为人处事里 梁顺燕的贵气 似乎与生俱来 她拥有坚定的自我意识 有清醒的头脑 和沉稳的为人处事 工作更像是工作的样子 做好事更像是做好事的样子 从来不遮掩什么 亦不夸大什么 她这一生经历过两次悲痛的分离 但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不仅如此 还悉心培养自己的孙子 在她看来成不成名不重要 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相信在她多年的教导之下 涮浩宗也会一步一个脚印 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